师父当我们发愿让菩萨护法管住我们时 应该尤其注意哪方面的戒律啊 作为在家居士的我们 师父真的要像和尚尼姑一样守戒啊 那心灵法门在家和 在家的和尚尼姑的戒律是什么啊 很简单了 在家基本上就是要 众善奉行 诸恶莫作 那尤其注意哪方面的呢 哪方面第一 发乐院 发乐院第一 不邪淫 不偷盗 不妄语 不杀生 好了 那五戒你至少要做到吧 你五戒都做不到怎么办 不喝酒 好了 五戒 你至少在家里五戒要做吧 不能吹牛 第一吹牛害自己 吹牛就是犯罪的前妻 明白了吗 一个人犯罪之前都是 就是先吹牛开始了 嗯 不偷盗 不偷盗 你在家里 在社会上会偷盗吧 你会偷自己家里东西吧 不杀生 对不对啊 不邪淫 不能在家里跟人家乱搞男女关系 对不对啊 嗯 还有啊 不妄语 不吹牛 在家里不喝酒 嗯 女孩子能喝酒吗 男孩子能喝酒吗 嗯 喝酒乱性不懂啊 嗯 你看李白啊 喝了一辈子酒了 最后结局也不好啊 嗯 这么伟大的世人呐 整天喝酒 喝到后来 晚年你们去看看结局好不好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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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